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念水笑 第五百七十一章 莫无忌的指点 让娄月双震惊的是 这几名正在寻找他的男子 竟然迅速从他和莫无忌眼前走过 目光明明扫过了他们所在的位置 但却半点反应也没有 仅仅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那几名男子就已经跑远 显然是在担心他逃走 你会骑门断尽 娄月双惊异地看着身边 仍旧是伤痕累累的莫无忌 于其颇有些激动 他是亲眼看见莫无忌 随手用些石块和树枝布置了一些东西 然后那些追他的人就对他熟视无睹 骑门断尽 莫无忌想到了地球上的奇门遁甲 这还真有些类似 事实上他布置的只是一个隐匿阵 但是这个阵法并没有灵气提供 所以对修为稍高些的修饰都毫无用处 他现在布置的东西 只是利用各种方位相错造成了视觉上的位移 换句话说 就是一个高级点的障眼法 奇门遁甲其实也是类似一种障眼法 不过比障眼法还是要稍微高级一些 华夏文明璀 在古代的时候 一些厉害的军事家 就会利用奇门遁甲 来布置一些阵法对敌 楼月商这里说的奇门遁禁 应该是类似于奇门遁甲的东西吧 莫无忌摇了摇头 不会 我不过是使用了一些障眼法 这是我偶然学的一些小玩意儿 不值一提 我想你是不是赶紧回去 等那些人回来了 再想离开可就麻烦了 这位大哥 多谢你了 我叫楼月双 是安静术学院修员中级班的学生 楼月双肯定莫无忌不简单 他对莫无忌恭深感谢 莫无忌则急忙问道 修员是怎么修的 是吸收天地间的元气吗 楼月双见莫无忌连修员都不知道 他颇有些相信莫无忌的话了 刚才的顿技 应该是莫无忌无意中学来的 他解释说 我也不知道 我还在中级班 只有感应到了天地间的摩原力 才可以修炼 那是高级班的学生才可以的 高级班的学生 可以在任何地方感受到摩原力吗 莫无忌欲速很快 问得也很急促 楼月双则是摇了摇头 嗯 一些天才学生可以 但那基本上和没有修一样 大部分人都只有在 摩原法阵大师布置的摩原大阵中 才能感应到摩原力 或者是用摩原石修炼 说到这儿 楼月双有些犹豫地看了看 刚才几名男子离开的方向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和莫无忌说 他得赶紧走了 莫无忌见状只好说 你先回去吧 哦对了 如果我要进入安静数学院 有没有办法呢 楼月双咬了咬嘴唇 过了暑夕才说 嗯 我可以带你进去 你跟随我来 莫无忌听到这话 连问都没问 赶紧跟着楼月双离开了原地 他很想知道 那摩原石是不是就是灵石 还有那摩原法阵大师布置的 是不是聚灵阵 安静数学院门口 有六名安保人员站着 楼月双拿出了一枚木牌 给几名守卫看了一下 指着莫无忌来了一句 这是我的护卫 那几名安保人员 立即将门打开 并没有任何废话 莫无忌尽管是 跟在楼月双的身后 但却清晰地看见 其中有两人 看见楼月双出现之时 眼中露出了一丝惊意 很显然 实在奇怪 楼月双为何还能回来 一看见这种目光 莫无忌自然就清楚 这两个家伙 应该就是那几名 追逐楼月双男子的眼线 楼月双 那几个门卫 似乎有人家的眼线呢 莫无忌问了一句 楼月双点点头 嗯 我知道 其实只要我能走到 安静树学院门口 就算是有他们的眼线 那些人也不敢动我 他们知道今天我出去 这才拦在安静树学院前面 两人说话之间 已经走进了安静树学院 楼月双的脚步有些迟疑 在莫无忌看来 他应该是不知道 如何安置自己的 莫无忌很清楚 他想要进入那个什么法阵 或者是得到什么魔原石 那就必须和楼月双交好 所以一进入安静树学院 莫无忌就说 我叫莫无忌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见到魔原石 或者是见识一下 那个魔原阵法大师布置的法阵 莫大哥 我知道你对这方面肯定感兴趣 否则的话 你也不会懂奇门顿进 不过 想要进入安静树学院学习 是很难的 说到这儿 楼月双迟疑了一下 嗯 我倒有一个办法 距离我能够参加高级班的考核 也没有多久了 我再努力一下 说不定可以进入高级班 每个高级班的学员 在魔原大阵中修炼的时候 都可以带一个护卫在一边照顾 到时候 你就作为我的护卫 只是这样会有些委屈你 莫无忌 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委屈 只要他的神念恢复一点 他就可以直接离开这个什么星球了 啊 不会不会 我愿意这么做 莫无忌赶紧说 只是不知道 你进入高级班 需要多久时间了 我打算在半年后 参加高级班的考核 我相信应该可以成功 楼月双 语气坚定地说 半年 莫无忌有些傻眼了 让他在这儿等上半年 他还不如去别的地方寻找机会呢 半年的时间 他是绝对等不了的 一想到这儿 莫无忌颇有些不甘心地问 半年是最短的时间了吗 还能不能再做短些 楼月双很是为难 三天后 倒是也有高级班的考核 只是我肯定考不上 所以也不用去了 莫无忌皱眉沉思 过了一会儿后 他这才问道 那你可不可以把修炼的功法给我瞧瞧 楼月双更加为难地摇了摇头 嗯 莫大哥 不是我不给你看 我们加入学院 都是签订了契约的 学院的魔源修炼剪图 是不能随便给别人看的 那这样吧 你有没有什么不懂的 你寻我行不行 莫无忌忽然想起来 自己的不朽凡人诀 不就是从无到有吗 他之前连灵根都没有 不一样还是开辟了108条脉络吗 他就不信 不能够帮助楼月双 让楼月双提前进入高级班 楼月双犹豫了好一会儿 他这才说道 莫大哥 我 这个 不是他犹豫 而是因为莫无忌连魔源力的修炼都不知 如何为他结获 这不白名是骗他吗 你可以尝试着问个简单的 如果我答不上来 你就不用问了 莫无忌只好再次说 他在书店里看了一些修炼的炸技 里头记载的东西乱七八糟 他看了之后 根本不知所云 现在听了楼月双的话后 他隐约有些明白过来 魔源很可能是低级灵气的一种 这种灵气和修真界的灵气又有些区别 这才让他无法感知 同样 也让他对那些修炼手段颇有些不洁 一旦他把那些手段 看成是一种吸收魔源的低级手法 导演勉强可以说过去 之所以说是勉强 是因为那些手段实在是低烈的令人发指 简单的修炼 偏偏要脱裤子放屁 不 不能这样形容 应该说是脱了裤子 还要等上几个时辰再放 那好吧 我在修炼魔源的时候 吸吸到了丹田上方 其中蕴含的魔力将直接消散 我吸收进去的不过是一些无用的杂质 不等楼月双手完 莫无忌就说 这个简单呢 凝炼元气 必仙宁在炼 你之所以无法感应到灵气 不 之所以无法感应到魔源 是因为你没有仙宁 你尝试着从极脉 使极灵落吸入气息 通过七目灵 等一下 莫大哥 什么是其灵落 楼月双打断了莫无忌的话 莫无忌顿时皱眉 他想起来 楼月双既不是脉络 也不是灵落 楼月双现在修炼的 恐怕连一条灵落都没有打通 甚至连灵都没有开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指着楼月双 咽喉下方的一个位置说 这儿 这儿就是极灵落的入口 你如果没有打开极灵 我倒是可以帮你一点忙 你先试试看 能不能从这儿感应到魔源 楼月双毫不犹豫 按照莫无忌所说去做 仅仅十几个呼吸 他就惊喜地看着莫无忌说 莫大哥 我很轻松就将魔源分离开来 那齐木灵在什么地方啊 楼月双的声音不但有惊喜 甚至还带着一丝颤抖 而莫无忌 只是把寻常修饰吸收灵气的手段 告诉了他而已 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就算是修饰修炼 吸收进去的灵气 同样是有杂质 而这些杂质 就必须通过极灵落来分解 通过七灵落来凝聚 灵根不同 七灵落也是不同的 他没想到的是 楼月双没有开辟灵落 居然也可以分离魔源 很快莫无忌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他急忙问道 楼月双 你在开始修园之前 是不是有过什么开灵 或者别的类似的东西啊 楼月双连忙点头 是的 所有能够进入安金术学院修园班的 都有经过开魔源之根 只有开辟了魔源之根的学生才可以修园 很多人无法开辟出魔源之根 那就不能修园 果然是这样 既然如此 那莫无忌几乎铁定有把握把楼月双送入高级班里 唯一让莫无忌担忧的是 这里的魔源并没有丝毫灵气 因为之前他就修炼过 他修炼的过程中没有感应到任何的灵气 反倒是感应到了一种不熟悉的气息 不熟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熟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